沉睡五千年 影子 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平凡无奇的男子 名叫李浩 外表平凡 生活平凡 三十多岁的他 在城市里过着普通的工薪阶层生活 他每天朝九晚五 在一家小公司当职员 过着毫无波澜的人生 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未解的谜团 那就是他经常做的同一个梦 梦里 他站在一个古老的王座前 周围是古朴的宫殿和无数臣服于他脚下的身影 这个梦自他既是起遍伴随着他 经常让他在夜晚陷入无尽的迷茫 然而 他无法解释这个梦的来历 也无法从中找寻任何关于自己过去的线索 一天 李浩意外在一本古书店里 遇到了一名自称陈奴的神秘老人 这个像貌苍老的陌生人似乎知道李浩的一切 并向他透露了一个今天的秘密 李浩实际上是一个早在五千年前便已存在的古老存在 只是他从未觉醒自己的记忆 你的记忆和力量将在未来某一刻觉醒 老人低语 那时你将明白一切 从此 李浩的命运开始急剧转变 第一章 平凡生活中的异变 李浩一如往常的过着简单的生活 但从他遇到陈奴的那一天开始 生活中开始出现种种奇异的现象 他在街头无意间看到一些不明来历的人似乎在暗中观察他 甚至有时候他可以听到对方低声讨论着自己 更诡异的是 他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变化 视力 听力和反应速度明显提升 似乎变得不再像普通人 有一天 他下班途中 突然被几个不明身份的黑衣人袭击 对方似乎在试探他的力量 然而让李浩自己都震惊的是面对这些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 他居然能轻松化解他们的攻势 并在短短几分钟内击退了所有敌人 这不是我 李浩看着自己抖动的双手 难以置信 他的心中开始犯起无数疑问 自己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 为何他的平凡生活会突然被打破 这时他再次遇到了那个神秘的老人陈奴 是时候让你知道更多了 陈奴说道 第二章五千年的记忆 陈奴告诉李浩自己是加奴氏族的一员 他的氏族世代以来都效忠于一位古老的君主 而这位君主便是李浩 或者说是李浩的前世 这位古老君主在五千年前统治着一个强大而神秘的国度 拥有无上的力量和智慧 然而为了抵御外敌 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灵魂封印在现世的轮回中 以避免被敌人灭杀 加奴氏族自此承担起了守护君主灵魂的使命 世代相传 直到他最终觉醒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李浩的觉醒迟迟未能发生 已经整整五千年 我们加奴氏族已经守护了宁五千年 陈奴神情庄重地说道 如今我们家族早已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世家之一 但我们的唯一使命就是等待您重新觉醒 李浩对这一切感到震惊和困惑 但也隐约感觉到陈奴所说的话 与自己多年来的梦境相符 他开始想要找回自己的记忆 了解自己究竟是谁 第三章 加奴氏族与敌人 随着李浩开始接受自己的身份 他逐渐发现 五千年来 加奴氏族不仅守护着他 还在暗中与一个强大的敌对势力对抗 这个势力便是五千年前试图摧毁李浩前世的外来强敌 他们的后裔如今依旧活跃在现世 并一直在寻找机会终结李浩的转世 这些敌人同样拥有强大的力量和影响力 甚至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 从政界 军事到商业 他们也早已知道李浩的存在 并正在计划在他完全觉醒之前将其彻底消灭 李浩开始在成奴的帮助下学习使用自己逐渐苏醒的力量 这些力量包括强大的战斗能力 心灵感应 甚至还有预见未来的能力 然而李浩也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否要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古老君主的命运 或是选择继续过着平凡的生活 尽管他的力量正在恢复 但李浩内心深处对前世这个概念仍感到陌生 他不想成为一个权力和阴谋的中心 然而他也知道敌人的逼近让他无法退缩 第四章 士族内的争权 随着故事的发展 李浩逐渐发现加奴士族内部并不如表面上那么和谐 尽管他们是带效忠于他 但经过数千年的繁衍和变迁 加奴士族内部早已出现了不同的派系 一些年轻一代的加奴对于继续追随一个迟迟未能觉醒的君主感到不满 他们更加关注自己手中的财富和地位 并希望能够脱离这个古老的誓约 追求新的未来 加奴士族的现任首领陈嘉隆是一位冷静 精明的商界巨头 他无比忠诚于李浩 但他的弟弟陈嘉兴却对李浩的觉醒持怀疑态度 并在家族内部秘密组织了一个反对派 企图趁李浩尚未完全觉醒时夺取士族的控制权 内外的威胁让李浩进退两难 他既要应对敌对势力的追杀 又要处理加奴士族内部的暗流 随着他越来越接近自己的记忆 他也开始思索自己真正的使命 是否真的要重新掌控这个早已陌生的世界 还是要为自己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第五章 最终觉醒与选择 随着敌人的步步紧逼 李浩的记忆最终彻底觉醒 他想起了自己在五千年前的身份 一位古老的王者 他曾带领着一个强大的国度抵御外来入侵者 并在最后关头将自己的灵魂封印 以求未来的重生 然而 当记忆回来时 李浩却发现自己不再是过去那个冷酷无情的君主 他的现世经历让他变得更有人性 他不再渴望无上的权力 而是希望能够以自己的方式面对这个现代世界 最终 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对决中 李浩击败了敌对势力的首领 也成功化解了加奴士族内部的纷争 尽管他拥有无上的力量 他却选择放弃君主的身份 并与加奴士族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 他们将不再以追随他的力量为目标 而是共同探索一条新的未来道路 故事的结尾 李浩站在繁忙的城市街头 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 他知道自己有着五千年的记忆和力量 但他更在乎的是如何在这个现代世界 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结尾 李浩并非选择回到古老的统治者身份 而是选择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宰 他拒绝了过去的荣耀与权力 选择了一条更具人性与自由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